今天要说它 你看一个一个的小球 跟我们知道郁金香的种球 包开是一样的 它也是比较耐寒的 叫做球根鸢尾 它开花的时候 跟我们知道的鸢尾兰 开花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花杆比较高 它的花剪下来 可以当做鲜切花 搭配起来绝对非常的漂亮 它现在是栽种最佳的季节 这种种球非常的耐寒 你栽到室外花园里 露天栽种是没有问题的 今年栽上 然后找一个不积水的地方 它年年都能不开花 而且它边上还会不断的 飞成小球 一年就能够变成多颗 非常好养 且富花性比较强的植物 当然了 你也可以栽在花盆里 现在种的话 它的牙子几乎都已经长出来了 我们直接种上 它就能够接着开花 再种花法就是 它有一个外表皮 最好是把它的外表皮去掉 因为去掉外表皮 这种进口球过来 我们扒掉以后 能够看到里边是否腐烂 如果有腐烂的 就要泡多菌磷 或者找商家 直接去掉皮以后 然后找一个合适的花盆 在底部加上土壤 有那个有机肥 直接去搭上一些有机肥 当的底肥 之后呢 把种球均匀的摆放到里边 间隔的话 一个种球的距离吧 当然了 密质开花是最漂亮的 均匀的摆放好了以后 附土尽可能稍微厚一点 建议大家附土5到10厘米 因为它是花杆比较高的 到时候风一吹直接倒了 尽可能把它深埋一些 直接盖好土 浇透水 有多菌磷 或者是其他杀紧器 直接对到水里 直接浇灌 放到一个见光的位置 只要温度不是很低 它就会快速的涨出来 到了春季 就能够直接看花了 非常好养 可以低摘 可以盆摘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去购买一些 价格也不是很贵